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因為一張臉 他們的人生充滿黑暗 上課被老師誤認我在睡覺 然後拿板柴丟我 好可憐 然後就把他轉一轉 聽說你被人講說是色胚 被霸凌 對 然後保安送給你 是因為你是單眼皮的被霸凌 像這樣子男生不劈對眼 太犯規整形術 他們的人生重新啟動 2 2 3 找錯 天啊 抖秀 來 抖秀 新人 對 完全脫胎換骨 這比媽都認不得你了吧 為什麼突然覺得你好像 家裡變很有錢的感覺 對 剛剛 每年示範銷魂眼 威廉神晚節不保 有耶 有感覺 對 好漂亮喔 我其實沒有看你 我在看你額頭的後面耶 可是你這樣好像楊嶺 楊嶺其實就是這種眼神 勾人的 空嶺 對 很迷茫 還有感覺喔 快起伏至今耶 真的喔 吃謊話 老實說 說什麼 說你想說的是 不是 你心做這麼混的拿豆 就是拿豆 聽說這個牌子每一起都被摔一次 我就跟製作單位說 怎麼可以 他要回來的呀 OK 好不好 對 我這一集真的太急了 要不要先出去一下 沒有 那個製作單位 交給我一個神聖的使命 他說要好好的歌頌你一下 但是一般人歌頌都是用嘴巴講 對不對 我今天不是用講 我是用唱的 注意喔 很厲害喔 我要用歌聲讚美你 用歌聲歌頌你 老師 你不要嗎 我不是在吹牛 如果妳的名字叫美人 我是說 妳的名字發音剛好是美人 我叫陳美人 宋美人 有美人 假美人 歐陽美人 上官美人 漩渦美人 還是美人 美人 美人 妳就有資格成為全台灣 最屌的主持人 看著余美人的節目 可樂佩黑輪 從外太空找到新天空 從外太空找到新天空 我來養美人 有美人 只要探視美人 妳就是我威廉神 最愛的主持人 厲害了吧 妳都快斷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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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喝水嗎 這樣講我真的會驕傲起來 被你這樣子變 把它變進歌裡面 真的... 而且這就是我的2.0的版本 對去年 我們可以換一個位子嗎 因為我是那邊的側面比較好看 OK... 這好位子這邊比較好看 對 妳那好差 有差嗎 有差嗎 玉琳哥 有差... 然後全身都不能看是不是 我告訴你 因為你來這一集 是 做主KING 來 我們也幫你準備了秘密武器 真的嗎 為了你 我們把最厲害的 王子傑醫師請到現場來 厲害了 王子傑 他弟弟叫王子麟 Dr 我跟你講 你... 他的風格就是實話實說 你要打5CC 他就只能 他如果覺得你只需要1CC 他不會給你打5CC 就是1CC 你就實話實講 這種Case有救嗎 怎麼救 打針對我來說一定有救 可是你如果叫我像你剛剛 這樣子唱一首 我大概是沒有辦法 對 這個醫生算老實 一般醫生有時候會做效果 他說這個打針沒有用 這個要頸部 對 對 那王子傑醫生不會講這種千年老哏 對啊 好 今天要講的就是 人生有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改變自己 對不對 還有讓自己變有錢 可以改變自己 OK 好 那你要坐這位子 要先老實說 來 好 如果今天有廠商想要幫你出一本自傳 蘇明你會取什麼 蘇明叫做 叫做 我這一生就這樣過了 第二題 我真的覺得製作單位 絕對是跟你有仇 不是跟我有仇 他說 他說如果你今天沒有結婚 你願意和余美人 共度下半輩子嗎 我不只願意共度下半輩子 我還希望把上半輩子 給補過回來 好假的 OK 最希望你快要出生的女兒 能夠擁有現場哪一位女明星的電眼 Julie姐不錯 因為她能夠把那個花心的凡哥收服 這表示她的眼神非常有威力 這個真的 好榮幸啊 對啊 讚美的 OK 要不然以前凡哥人稱 方圓五百里內無母狗的 真的 對啊 不可以被Julie姐收服 製作單位 帶個話給納豆 他要回來可以 他可以給我一段Rap 好嗎 是不是這樣 好 好 今天介紹一下我們來賓代表 今天的代表團 有中年熟男劉志漢 何豪傑 與四位完全不同款的美女藝人 哪一些恩基行為 會讓你沒有人緣又沒有桃花呢 恩基行為夠人完了 其實這應該是納豆做的事 對啊 不好意思 對 因為我平常好日子過慣 我也不習慣做這種事情 好 穿著不得體 太過飆心麗麗 我覺得是 是齁 嗯 我自己有遇過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有一段時間啊 那個冰淇布跟安心奈美會很紅 對不對 然後我們不是整路上的女孩都是 金頭髮 金眉毛 濃眼線 長睫毛 對 然後很長的水晶指甲 跟穿很緊的運動服跟高跟鞋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也是這樣的打扮 跟大家一樣 我覺得自己超正 但那時候真的沒有人追我 然後我人生桃花最多的時候 居然是我生病 然後發胖的時候 桃花非常多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好奇怪 因為我那時候生病的時候明明都穿得很簡單 然後有時候跟朋友出門也就是素顏 或者是上一個蛋妝 然後我想說大家怎麼會口味那麼奇怪 然後後來男生就說其實 打扮得太完整的女生他們會怕 他們會覺得好像不太好伺候 或者好像不太好親近 所以我反而是生病的時候桃花越好 最好 所以真的你們看到整個像冰淇布 你們不敢追喔 我覺得這是普通一般台灣男性的不夠自信 對 因為太漂亮的女生他們覺得 第一個可能一定早就明花有主 要不然第二個可能嬌生慣養 他會把太多的預設立場先放在前面 對 那有沒有什麼NG的行為 你覺得穿著不得體 穿著不得體 我覺得有一陣子 女孩子不是都很流行穿低腰褲 只要彎腰剪個東西 然後就可以隱約的看到谷歌有沒有 對 我們常常在某日報上面 就常常看到那些漏網鏡頭女明星的 那然後有一次我們就是一群人出去 大家就是好像群體聯誼這樣 結果女孩子她穿了低腰褲 然後而且她的身材真的亂sexy的 大概1米7吧 然後她腰大概只有22喔 哇 那其實就是傳說中的靈活水蛇腰 對 所有的男生就是對她的那個腰眼睛離不開 可是當她下去撿東西的時候 那個低腰褲已經開始往下滑了 我們所有的男生就是會覺得說 等一下應該會看到我們期待中的東西 就那個 什麼東西 沒關係 就可能就像丁字褲會露出來之類的 對 等到露出來的時候大家都冷掉了 因為她不是丁字褲 她是阿嬤的大內褲那一種 而且她滑出來的時候超正點的 人家滑出來 人家滑出來是可能慢慢慢慢對不對 她剛好這邊鼓一坨 然後滑出來的時候是這樣 然後就跑出來 然後就讓我們覺得整個平衡大崩壞 就她的內在美不夠美就對了 也不是就是怎麼會這樣搭 就是那個很NG的搭法 對 讓大家嚇到 OK 好 不過有時候我會看到那個 有一陣子流行那種 我是去遊樂場 然後看到一個媽媽帶小孩 然後她也是這樣彎腰 我都沒有看到內褲 我就一直往下看 一直往下看 她的內褲到底在哪裡 對 有的會滴到這個樣子 我看不到啊 因為她可能連禮褲都是那種很低腰的 很低很低的 可是那個低腰褲真的很恐怖 因為我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看過一個女同學也是穿低腰褲 結果她用了那種家常型的 生理期的衛生棉 然後所以她等於整片衛生棉 是在超過她的骨溝 就是高過她的骨溝 然後我又很白癡 我以為她背上黏了東西 我還一過去 然後說欸這什麼 我想她有 她有這麼誤會 剝起來變皮夾 對 她是整片的長 長的衛生棉被我拉 然後我就這樣得罪一個女生 因為我不是故意 我以為她有東西找到 對 結果是一大片衛生棉 女人心機耶 好糗喔 我是好意 結果物會大了 真的 這真的會NG對不對 一定的啊 好 男生也是一樣啊 我以前剛來台北念書的時候 然後我們以前南部 想說到台北進城 你知道嗎 所以爸媽都會幫我們 然後呢 那個西裝 西裝褲 拿好亮的皮鞋 一下台北火車站 就覺得自己 收不出了突兀感這樣子 好 本來穿西裝是不是一個 莊重的穿著 對 帥很帥 可是呢 你在台北火車站看到穿西裝的 如果是年輕人 應該都是 對 然後後來呢 就覺得說 好像沒有辦法跟人家融入 那念書的時候 同學的打扮都像志漢這樣子 很潮 帥氣 那我們潮呢 就沒辦法全套 就變成 那個上面呢 開始改穿一些風衣 比較非常的風衣 可是下面還是西裝褲 就變很歐 要潮不掉 就沒辦法 所以也就是 這樣會讓你沒有人緣嗎 我後來在職場工作 一開始 前兩年沒有交過女朋友 就是 就是每次下班 下班又很晚 然後棚頭垢面 然後好不容易有約會的機會 那總覺得說 男人嘛 有什麼差 幹嘛要回去 要洗香香幹嘛 所以呢 就有時候 就這樣全身喔 好像就是 有那種 然後那時候當執行嘛 那時候的短劇 都喜歡叫我們去借一些羊啊 牛啊這樣子 有時候跟人家約會 身上還有那種 豬牛羊的味道 對啊 就沒有人緣 對不對 對啊 人家就覺得那個 不想跟你在一起啊 好 我們來看第四名 來 來 好 你就這樣好忙喔 就是 衛生有問題 對不對 味道 真的會 對不對 豬牛羊的味道 沒錯 或者是吃東西的時候 有些人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怕這種人 就是他喜歡把筷子 在生進菜裡面撈菜 好討厭喔 翻菜 對 我覺得那個很可怕 然後 還有吃東西的時候 一直抖腳也很可怕 真的 抖腳也很可怕 男生如果穿 那看到的時候 真的會很搗胃口 因為我覺得男生其實 因為女生其實細節比較多 例如說 有時候黏眼睫毛啊 然後睫毛前面擦開 男生看了有時候都會不舒服 但我覺得男生 都不會有化妝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鼻毛 我也覺得 你們是很容易忽略耶 有些人鼻毛真的 很容易忽略 插出來會讓你很想要把它 插掉 但是你這樣直接過去插 又不好意思 怕它會上癮 所以你就會 怕它會上癮 我跟你講這種會上癮 男生很喜歡這樣 男生超喜歡這樣 沒有 你如果是一根還好 有時候是一次三根 三柱箱全部插出來 那真的很糟 所以最少頭髮要處理一下吧 那頭髮有味道 真的是很不舒服 還有頭皮屑 對 沒錯 然後這個衛生習慣不好 對 吃東西 OK 好 然後有一種是什麼 這個第三個 我們來看一下 好不好 會讓人家覺得 雇人院的恩基行為 好不好 這樣 你要怎樣沒有人緣 好不好 就請參考 錯了 口氣很臭 這不是你應該做的嗎 對 但是因為我剛剛 我一直在想 我一直在想說 玉琳哥怎麼還不過去 你應該怎麼做 多吃幾次你就習慣了 好啦 好啦 難以接近 對不對 尤其真的 口氣很衝的人 真的難以接近 劉志然有遇過嗎 我自己就是啊 我自己本來就是 常常會遇到一些 覺得很不公義的事情 我就會主動出來講 然後常常就公親變氏族 那 在私底下 大家都還是就是很喜歡你 但是在檯面上 大家就會離你比較遠 私底下有誰喜歡你 很多 有很多女生 愛他愛得跟什麼一樣 男的啦 那台面上誰討厭你 可能就是比較 位階比較高的 譬如說像製作人 就有 像有一次我就是為了 時間控管的問題 跟製作人起爭執 因為我覺得 我們可以效力 但是不能賣命 我們可以為你 百分之兩千的效命 沒有關係 但是你知道我們去賣命 那就不對了 我們已經拍到很累很累 然後居然還搞重拍這種事情 我就已經受不了 我就跟他就起爭執 好啦 那後來的結果就是 不得人緣 然後最後他的戲都沒有我 真的啊 我現在不會了 其實你當時 別讓刺害不開心 綜藝不會弄成這個樣子 你當時如果像美人姐 這麼委婉的話 製作人就不至於會生氣 沒有 沒有 對啦 謝謝 好 佳玟 有一種小混混的形象 你很討厭 自以為自己講話很重 其實就是小混混對不對 就是或者自以為自己很帥 我覺得很多男生 他就是喜歡耍帥 就是好像自己很帥啊 然後叼一根煙 然後叼人郎當這樣 其實有點討厭我覺得 有點 很輕浮的感覺 有點笨蛋的感覺 而且叫他老人 老人 對 對 而且他的朋友來看起來 也不太拉的感覺 你如果小混混跟你老人 可以老過 才不會 有實力啊 對不對 我碰過那種老人來 以為對方多了不起 還假裝吃檳榔 好像很凶狠 就維持下去 還 他怎麼臉脹 嗆到 當場的都漏掉 好 OK 咱們看NG行為 夠人玩 私體接觸太過 或者是有障礙 OK 好 我負責私牌了 你要不要負責示範 對 因為我覺得肢體真的很糟糕 就是說 有一些男生他以為女生 會很喜歡肢體上的觸碰 我是指不熟的 其實女生不喜歡 因為有時候譬如說 跟你講話的時候 欸欸 Julie我跟你說一下 你需要搭成這樣子嗎 誰敢 誰敢這樣對你 沒有啦 我是說譬如這麼說啦 我心裡幻想 你拍照的比較多吧 他講那個 他講凡哥都這樣對他 還好就是譬如說有一些 像這種 應酬的場合 譬如說唱歌啦 幹嘛 我們這樣做隔一個 中間有一個人的話 那有時候我要跟他講話 他就會說 欸怎麼了 欸小可 你壓在另外一個人的身上 對 這個舉止真的很讓人討厭 男生可能覺得是放電 可是女生會覺得隨便 對不舒服 會覺得被侵犯到 我覺得這個要小心 我遇過一個也滿誇張 就是我遇過也是圈內的 然後但是他雖然比較長輩一點的 然後他講話的時候 就是我坐著 然後他會這樣講話 可是他剛好 就是靠著你 然後會摸著你講話 對 可是我就已經感覺到 他是男性嗎 男性就是他的下半身 就是會靠著 可是他是無意識的 因為我發現他就是 也對滿多人都會 不小心這樣 他不是只對 他沒有想 男生女生他都會 他只是靠很近 可是男生都會忽略 那他下半身有什麼反應嗎 沒有反應 可是我有感覺到 已經貼在我身上了 其實不只是男生這樣 女生其實有些肢體動作 也會讓男生不舒服 譬如說 剛才跟我們講 女生有時候 會找我們拍照的時候 譬如說這樣 跟你拍照 你知道女生有的胸前比較偉大的 他就這樣子靠著 有時候靠真的 那你應該很開心才對 沒有...不一定 你還不能動對不對 不一定就代表 有的時候會對不對 他是鼓勵耶 他那個單側的那個 他會一直靠這邊 對啊 有時候拍照拍久一點 回去 這隻手都硬了 很誇張耶 不是 玉琳哥 你的血沖過地方 對啊 好誇張 不是 那個照片 如果大家看的照片流出去的話 還以為是我們去逛 對啊 我們平常沒有辦法證明 你說的是事實與否 我們現在有醫院 醫院 人類的手臂會沖雪嗎 會吧 當你激動的時候就會沖雪 對啊 全身的啊 太開心了 我們全身的血液洗完 都會... 隨著你的血壓 然後會脈動 你講話耶 你根本瞎掰啊 我講真的啊 所以以後我開心的時候 這樣就好了對不對 對啊 哇 OK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以各位 肢體的距離還是要保持 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NG的 夠藍丸的第一名 眼神飄移 態度傲慢 自視甚高 我想找你示範 可是你的眼睛 我們真的看不出來 他現在還好 現在還好看一點茶色 以前真的看不到 我真的看不出來你的眼神 我跟你講這就是我最大的委屈 眼睛小是天生的啊 又不是我能決定的對不對 那我生下來就是咪咪眼嘛 尤其我笑說嘿嘿嘿嘿 我以前都是一陣黑的 那以前在那個求學的時候 我最恨那種老師 就是說老師在那邊上課 然後他就當我們在打瞌睡 沈玉琳 要不要在你的眼皮上面 給你畫兩顆眼睛啊 你眼睛能不能增大一點 就會都會是這樣 然後我們平常明明正常在看人 可是人家就會覺得說 你好驕傲喔 你怎麼眼睛都沒有在看著我這樣子 就會其實吃滿多虧的 那很多男生會耍可愛有沒有 我們要斜眼啊 像自探斜眼看人一定很可愛 來 斜眼看人 有嗎 是不是在放電 那如果我們斜眼看人 你們 你已經全放沒有問題吧 我怎麼會這樣 就說不出的猥褻 真的 Julie有嗎 有 你這樣 我覺得別的男生沒有 我自己家裡就有一個 我弟弟 每一次我在跟他講話的時候 我就說 你可不可以張開你的眼睛看我 那個很傷人 我跟你講 然後他就會像玉琳哥這樣講說 我已經張開了 可是 然後你在罵他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他應該是要這樣 很真誠地看著你 不是 他都用這樣 眼角這樣一點點這樣 因為只有露出一點點的眼白 因為他眼睛實在太眯了 你知道 你就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姐姐 這個我可不可以替弟辯駁一下 因為眼睛小的人啊 其實不是他眼睛有沒有看你 是因為他擺任何角度 對你都有那種輕挑的感覺 對 他下巴抬起來輕挑 然後收下巴 然後就好像在瞪你 對 然後隨便放一個好像在寫聲音 真的 所以你叫他怎麼辦 所以你說 真的 他們大眼看人就是放電 小眼看人就是騷擾 玉琳哥也是人生父母養的 你不要這樣講的 所以我覺得 不是大小眼的問題 有的時候是真的是 脖子就是你抬的角度 像我知道 對像我知道很多就是業務公司 他們看人 例如說要徵召人家進來 都是要先看你 第一個你的角度抬的位置 因為這會直呼於 你跟人家講話的時候 你的眼神 例如說下巴抬太高 他就覺得你有在藐視 藐視 你抬太低有一點 你在兇狠地瞪人家 所以其實我覺得下巴位置 其實滿重要的 其實我們今天講的這些眼神 我覺得都還算可以接受的範圍 為什麼我覺得說今天做這一集 其實有原來的一個發想啊 其實我們也等那個 醫師等很久的時間 就是因為捷運殺人 症結事件之後 你不覺得症結的眼神很吃虧 對 他那種眼神誰要跟他做朋友 沒有 這個很多命理學家 不是都討論過嗎 對 男生只要三百眼 三百眼 你注意去看喔 當然不是所有三百眼 可是大部分如果 涉及這種形式犯罪的 眼神你覺得怪的話 你會怪在哪裡 你仔細看就是三百眼 對 可是也就是說 那如果 好 那今天如果我們生的小孩 就是三百眼 我們可以怎麼幫他 不要 你戴瞳孔 放大片 放大片有用 所以我就跟Doctor研究說 到底如果今天整形醫師 除了把皺褶做出來之外 可不可以在眼神上面 因為那個技術改變這個眼神 讓這個人不要那麼的夠人圓 你懂我意思嗎 有些人真的沒有那麼討厭 可是他那個眼睛 讓你覺得很討厭對不對 像那種鄭傑那種眼睛 可以救嗎 他那個眼睛就是說 像你們形容一樣 看起來就是一直 對你很不滿意 然後很不爽 然後有一點 心裡心存一些 就是不知道在低估什麼 然後有一點點那個 非善類的 對 想辦法不知道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會覺得怕怕的 對 陰陰的 那個就是眼神 那一般我們在做這個 做這個一個人的眼皮 其實不是只有兩層 就叫做一個手術 不是只有弄成皺褶嗎 對不對 何好姐你應該懂這種感覺 非常了解 對 為什麼他有去做皺褶嗎 對 對 可是他很帥 現在眼睛超級 你做得滿自然的 現在好多了啦 對啊 現在自然了 我相信我在十年後 還是會後悔 那時候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真的這樣子還好 我覺得真的這樣子還好 沒有你做得不錯 他那一段時間比較帥 對 然後好香眼喔 他那一段時間怎樣 他那段時間就是 恢復其實相當的長 在戲裡面其實你 變成那段時間又拍戲 留下一段 連我都看你的戲 每天都看到我像 你應該快笑 你應該快笑 好恐怖喔 真的不敢看 那個狀態其實太久了 太久了 你當時是要調眼神對不對 沒有 因為第一也是嘉欣 其實那時候有叫我去做 因為我們那時候 怎麼講 我們的工作都沒睡 那每次24小時都 所以眼神是 眼睛是垂的對不對 其實我本來就是有點 眼比較拋比較垂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工作 沒有睡覺 那你可能就會更垂 很容易垮 那年紀又大了 又更垮 有時候你拍特寫的時候 其實我們真的是 沒有那麼想睡覺 可是看起來就很想睡覺 所以這個只是調眼神 可是好久我剛剛講的 鄭傑那個是一定要幫忙的 不然那樣的人 他因為那個眼神 他的人際關係就不好 人際關係不好 他又更孤僻 剛剛王醫師講那個 沒辦法幫忙 他沒有講就打斷他了 那個是由內而外的 那個是一種像油心 像油心 那個沒辦法 他的眼神可以調 就是他外觀 他那個眼皮 他眼睛的咪咪下垂 就是看起來斜斜的那個 可是眼球我們沒有辦法 對 眼球沒有辦法刺青嗎 對 可以戴風口放大 瞎了 但眼神可以調 可以調 OK 好 我們有照片嘛對不對 對 你看像這個 這個眼神是不是很可憐 很可憐 這真的就是下三百耶 對 然後他又不是壞人 可是他這個眼睛 讓他在人際關係上面 對 不能被排擠 我覺得 那就是俗生的那個死衣 對 我覺得 我覺得整形外科 應該要做一點雪中送炭的事情 知善之夜 像艾亞已經這麼美了 還去整形 我都覺得你真的是沒有道理 要浪費資源 對不對 對 浪費醫療資源 像這個 症結就比這個更誇張十倍 對不對 對 比這個還要誇張 他的眼睛就是看起來 整個是 整個是玉琳哥形容的十一眼 我也是形容這個是十一眼 他真的下三百耶 下三百 就典型的下三百 這一看一般人一定會閃得遠遠的 OK 對 你會覺得他隨時在算機你 或者是對你不高興 就是這樣 對 但是 除了這樣以外 反而會影響他的人際關係 心理的發展 然後自信心也不足 那後來怎麼調 對 所以 一般遇到這樣子變成 我們要去把他的眼神調回來 就是說 並不是我們為了要做一個 兩層雙眼皮 或是做很厚厚的雙眼皮 像那樣 變成你會有一段時間 為什麼要看著我呢 厚厚的雙眼皮可以看那邊 可以看後面 為什麼要看著我呢 最厚的就在這邊 我再回味你 你知道為什麼要從你來就發 好受傷 因為題目需要有失敗的範例 因為題目需要有失敗的範例 對 我知道 OK了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調整完 好 好 調整完他的眼神 是不是 他的眼際關係會不會好多了 這有點像百頁窗 整個打開 打開了 真的是可以調耶 好很多 就是說比如說像鄭姐 我們不敢說他弄得會多麼的帥 多麼的美麗 但是可以把他那個 肅殺的氣氛 斜斜的氣氛 來 等一下 這個板子各位 我們回過頭來看 顧人院的恩基行為 是不是這個就 就改善很多了 對 眼神 那我們問一下那個琳達 你也是去調過 其實是婚姻不順遂 然後對未來有點茫然 因為那時候已經 30幾歲了 才離開先生馬 所以變成說 其實在工作上面 也不知道說到底要找什麼工作 這是原來的樣子嗎 對 這真的蠻苦命的 瞇瞇眼的感覺 對 很無神 然後要靠化妝才能夠 拉提一點眼睛上來 那現在就不用了 其實差蠻多的 采薇呢 就是我以前交男朋友的話 一定要是他先睡我才敢卸妝 為什麼 這還蠻可愛的啊 蠻可愛的啊 對啊 這個就很有鄰家女孩的感覺 而且好圓喔 對 就是眼睛完全就是沒有神 然後以前絕對不敢素顏 就是不會素顏 沒有素顏的時候 可是我覺得那樣還蠻自然的耶 蠻可愛的耶 妳這算井上添花 嗯 可是我覺得比較有神 因為這樣素顏的話 比較敢出門 以前的話就是 那樣的話是有化妝耶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問一下亨利 我以前就是大概比現在多了大概35公斤 然後那時候就是 對 照片上看的時候就是 哪一個 哪一個 超好多 右邊那個嗎 你那好像要去搶銀行 你從小都胖到大就對了 也有瘦的時候 就是我 左下角是我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我臉其實 大家都以為我是去消股 因為通常消股都會腫得很厲害 那我後來就是透過減肥的方式 因為以前我的眼睛就是 因為我臉比較臭一點 如果不削的話就會看起來比較 眼神會很兇 然後我就長得很高 就覺得你好像不知道在不爽什麼 對…然後我長得很高 然後我又不敢看了 然後我就會這樣 所以你是完全瘦下來之後 就變這樣 你沒有做任何的東西 我有點滯而已 我要減回35公斤 就已經判若兩人了 對啊 少了兩人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要 努力為自己的人生去做改變 那紀威凡呢 以前就是我 像是高中大學的時候 我看起來很像 你有江湖味喔 對 很像流氓 很像殺人犯 那你剛剛講的那個 難以接近對不對 對 就是給人家很大的距離感 而且人家都覺得說 就是我很兇啊 然後不像跟我男朋友 看起來很兇 比較像在微視的那一種 對 很像 而且我那個時候還蠻大隻的 對 所以你後來也是減肥 我是健身 然後再加上就是去調我的 一樣是調我的眼神 調眼神 對 就是那個時候就是 會比較像症結這樣 喔 差很多耶 所以我們應該如何 用眼神來增加自己的好人員 你都沒有這問題喔 我算了 我覺得你有調啊 你以前那顆不好 後來 你講那個是粉流 對 對 我以前沒有歌是因為 張惟宗跟我說那個聚集能量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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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他心機好重 然後越來越大顆 可是確實 越來越大顆 能量越來越強 我節目越做越 節目越做越多 後來終於造一個極致 已經皮繃到快 然後我還不去處理喔 其實他有提醒我 說好 你的好運到了一個程度了 可以去歌了 我心想說 因為人會貪你知道嗎 心想說放屁啦 我這個還要讓他繼續大 然後節目就七個六個五個四個 然後被剩下一個 然後我才去歌 我去歌的時候 那醫生多震撼啊 他說陳先生 這只有 古代人 才會讓這一顆在你臉上停留這麼久 因為古代人以前沒有外科的技術 多久啊 整整 我看 八年 八年了 我之前有去歌過一次 是又復發 我之前那一次是因為是一個 一個慘痛的經驗 一個老醫師 弄半天 弄一弄一弄一弄 然後我看他手一直在抖 那個時候我還 剛出社會兩三年 薪水不多 然後就當弄一弄 弄完以後 他看著我說陳先生 我必須要向您正式宣告 哪有這樣講的 真的嗎 因為他說那個長得太深了 太裡面 他不敢動我的顏面神經 所以等於是處理一半 所以後來他又繼續長 又繼續長 可是他去除那個粉流 整個人正派好多對不對 差很多 對 所以我當然很委屈 以前這個我覺得 你看起來超不正派的 不是 這是說 我明明是一個很正經的 而且有正氣的製作人 可是只要那顆流上升 整個超不正經 人家就覺得說 我一進來好像就準備要整人 OK 那小可 因為眼睛受過很多 因為其實我之前是內霜 然後大家都想要把眼睛變大 就會貼那個雙眼皮 對 雙眼皮膠 可是雙眼皮膠有個壞處 就是當你在眨眼 或者是近距離拍的時候 就是看到兩條反光袋 那其實會讓你 有一些節目跟戲劇 是完全沒有辦法接的 因為戲劇的話 可能黏 眼比較黏粗一點的 它就不可能會有那兩條 但你拔掉 補妝之類的 就不可能 對 你拔掉你就很清楚知道 你是沒有眼神的 然後還有一些節目 例如說就是有關時尚的 或者是下水之類的 你就要去克服 有時候下水起來 真的會大家覺得說 你怎麼在水裡面哭過一場 但其實是因為眼睫那個 雙眼皮膠掉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工作 機會上面會少很多 對 所以妳的眼睛有割過 我是割的 而且我跟 陶傑哥是同一屆 可是小可這張也還OK啊 其實小可的單 是很美的那種單 對啊 但是以前就覺得 要眼睛大 比較有神 對 而且其實我那時候 其實還是有貼 對 還是有貼的 這就是一個景上添花的 有沒有單眼皮的 有 OK 這個去割還有點道理 這個好單喔 這個很單對不對 這個單到 單型到一樣單 那這個可以 這個一定可以的對不對 對 一般這個做我們不是說 為了弄一個很寬的 我又看了一下 就是說 因為寬不是代表越好 只是說 有一個雙細細的眼神就好 就可以加分非常多 沒有 我覺得那醫生是假的 他覺得說可能是我拍戲 那我不知道 他可能 可能怕那個效果不出來 可是我覺得這怎麼講 我當時就跟他講說 千萬不要 就是越少越好 因為我就跟他講說 我第一 我輪廓不是像外國人 結果沒想到他就是 他下手太重了 對 下手太重 他忘了跟他講 我只要調整 不是要 後來我再去找他的時候 我是後來是很生氣的 出那個診所的門 如果真的很寬很寬 我們看能怎麼樣補救 或怎麼樣 我覺得那時候我的心態是說 又算要再花錢 我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覺得他們都很怕說 是不是我要做售後服務 所以浩姐你都推薦人家先縫對不對 其實我那時候 不要直接割 其實我那時候打定主意 是只要縫就好 因為縫的話 他比較怎麼講 就是比較恢復期比較短 對 不會影響到我們工作 可是我問過幾個醫生都跟我說 因為你的 你的case 太垂了 對 你的case可能脂肪比較厚 不適合 所以我現在我都會推薦朋友都說 不管他怎麼跟你講 就是說我就是要縫就對了 因為縫的話 我覺得就是還有舊的機會 就說發現 哎呀 其實我覺得不適合 我覺得沒有美醜 我覺得很多東西就是適合跟不適合 對 放在別人身上 這件衣服 你看 那個鞋子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鞋子非常 那場靴好好看喔 你是說我這張嗎 我覺得很好看啊 對啊 我覺得那靴得很好看 你是講真還是舉例 你在舉例而已 我舉例也是講真的啊 你知道我就覺得那個鞋子很好看 那不是每個女孩子 穿那個鞋子都很會好看 所以我後來又覺得 跟人家講說 你就堅定你自己 我接下來 絕對都放過你 而且 而且你好容易滿足喔 容易感動的人 才能夠感受幸福 因為她講你的鞋子漂亮 會不會將你的腿漂亮 會不會將你的腿漂亮 這件事啊 我不會誤會 因為 你腿不好 怎麼可以展現靴子 對不對 內跟外都是同一個人嗎 可是好多的 好像還沒有辦法走出來 走出來啦 你好了嗎 我自從那天之後 我再也沒有看完戲去看監視 不是 我再也沒有看我演的電視 你們兩個人到底誰走不出來 對啊 我們看一下剛才那個單眼皮 後來會變怎樣 那個妹妹 好 像這種 一般我們會建議說 只是改善眼神 不是要變寬 所以只要細細的就好了 所以做完 我們可以把它做到這樣 欸 差好多喔 讓她 好多喔 對啊 感覺上眼神就會好很多 一個人耶 這個完全就已經是美女了 這很可愛 對 但是她不是寬 可是她這樣 她真的只給她做一點點而已 就是做一點點 這個眼妝再上去就不得了 應該算是脂肪要拿來寫掉 同一個人耶 這個做得好成功喔 艾亞 妳眼妝對妳來講 對藝人來講很重要嗎 對 因為我以前就是 我沒有矯正牙齒以前 會想要把眼睛畫很大 我覺得跟五官比例有關係 因為我牙齒比較突出 所以就會希望眼睛畫得很 所以以前都是貼大概 可能兩三層的假睫毛 可是殊不知 那樣看起來眼睛更小 而且更沒有神 後來都是只有刷睫毛膏 比如說如果我要約會 或是有特別 希望魅惑對方的機會的話 我就會貼剪那個 比較短的眼尾的睫毛 夾在後面 就讓自己的眼睛 稍微比較長一點 那如果是重要 什麼開會啊 或什麼的話 其實我覺得建議大家 可能畫內眼線 就不要有太利的眼線 然後睫毛也是刷淡淡 其實不管男生啊 還是身邊的人 都會比較喜歡那種 舒服的眼妝 而不是很利的 不太能接受到 眼睛本來就很小對不對 然後睫毛又很 很厚 然後你看上去 根本就只看到睫毛而已 其實它只會 它那個陰影 反而會讓你的眼睛 眼睛更小 所以其實要慎選睫毛 那初次見面要怎麼看人 我覺得初次見面喔 打亮人是一個很有 很有學問的東西 我覺得男生如果 我先講我怕遇到的狀況好了 我很怕遇到說 男生跟我初次見面 打亮你的時候 不是從你的眼睛開始看 你知道 就譬如說像玉琳哥 應該就是這種人 對 當然看你的眼睛 要不然 妳講那種是這樣子 她說 對 沒錯 這就是正確示範 妳就運動中人在那裡 她是從腳底往上打亮 而不是先從眼睛 她們不會做得那麼誇張 不會 因為你們一定要原諒 玉琳哥的原因 她眼睛真的很小 她必須要這樣子做 妳們才知道她在打亮 OK 從腳看上來 聽到妳的臉還尊重妳 有時候看到妳的臉 看到妳的臉 不行 我覺得第一次見面真的很重要 有一些男生 妳就覺得她心素不正的感覺 她就是這樣子看妳的時候 眼睛會飄 就是妳明明是要看人家臉 妳怎麼一直在看她身體呢 或是胸部 對 有一些男生其實會這樣 很多人看妳胸部 因為她穿太低了 不是 就是我覺得男生 她會刻意想要隱瞞 她沒有在看妳胸部 可是她的機會都是在眼神完之後 就會掃 然後又看回來 就掃回來 就是她會來回 那她的範圍那個寬度 只有頭到胸部 頭到胸部 她不會往下看 而且男生都會覺得妳不知道 對 她都覺得 其實很顯 我們都覺得妳們不知道是真的 對 我們都很清楚 這種人應該把眼睛縫小一點 真的 妳要想看看 至少人家還有人要看 對不對 那男生 我後來發現了 女生為什麼不願意講破 妳知道嗎 因為女生有時候 她也陶醉在這種被男生欣賞 真的 哪有 哪有 我覺得那種看法應該不喜歡吧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種更猥褻的 就是說譬如說 她明明假裝她沒在看妳 然後妳站起來的時候 她就這樣子 譬如說妳站起來 她就這樣 妳知道嗎 就飄妳這樣子 後面這樣看一下 看一下譬如說妳臀部的一些曲線 其實妳以為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 只像納豆就不能跟Julie姐一直講話 因為她一直講話 納豆會頸部僵硬 她永遠不能夠平視 一平視就看到她胸部 所以她到底要怎麼辦 真的耶 這個高度這樣子差不多 對啊 沒有 所以還是要看人的身高 本燕姐 真正最尷尬的是什麼 剛剛妳們都講 有時候我們在看 比方說我再看許可 比方說她今天穿低胸 然後我一直以為她 像我跟她 她介於熟又不熟的中間 那這樣看其實是不禮貌的 那我認為她不知道對不對 我在那邊看 可是突然看著看著呢 我突然發現 她在那邊做這個動作 往上拉的動作 她知道 我知道了 然後我說過那關係有點熟 又不是很熟 當場妳會覺得無地自容 覺得說 被她知道了 真丟臉 這是很尷尬的狀況 可是你們怎麼會覺得 我們不知道啊 就是男生怎麼會覺得 女生不知道你們在看 沒有啊 我們眼睛看過去是妳整個人 妳怎麼知道我們 眼球啊 因為你們眼睛啊 看這裡啊 看這裡啊 別以為妳眼睛小 我們就找不到妳眼球 我在想到 玉芳有一次 我跟她吃飯她有教我 她說 梅姐妳現在單身了 妳跟人家吃飯的機會很多 妳要眼神要比較柔一點 人家妳才會有機會 我說我眼神不好嗎 她說妳眼神很利 我說喔 她說妳要放空 我說放空 怎麼放空啊 她說來我教妳 然後她就說 比如說我跟玉琳吃飯 我平常都會這樣子 欸 沈玉琳 怎樣怎樣怎樣 還餓嗎 真的很兇耶 喔喔喔喔喔喔 沒有啊 真的啊 她好像跟我談兩千萬的生意一樣 然後她就跟我說 叫我要看 她說妳吃飯的時候 妳可以聽男人講話 然後呢 我說那我走到看她的臉 她說對 可是妳不要看她的眼睛 她會有壓力 所以她叫我看 妳的額頭的後面 對 這就有點像是我們 沒有 我再示範一下妳看 有沒有 玉琳 有耶 有感覺 有耶 好漂亮喔 我其實沒有看妳 我在看妳額頭的後面 可是妳這樣好像楊嶺 楊嶺其實是 這種眼神勾人 空嶺 對 很迷蒙 很迷蒙 有嗎 有感覺喔 快幾乎至今耶 真的 如果妳的眼睛 不是那種大眼迷蒙的 妳是眼睛很銳利的 妳就跟對方吃飯 不要讓妳有壓力的時候 妳要看她額 額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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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不一樣嗎 真的差好多喔 對啊 好迷蒙喔 哇 好感動喔 好感動 你感動的感覺嗎 然後妳在用妳原來的樣子 妳在破超秀 妳這樣是看得到過了嗎 誇張 誇張 其實人家會壓力很大 當兵的時候這樣 直接看著班長的眼睛 妳也會倒大眉 迷蒙有迷蒙有美 可是在職場上 又不能這樣 對啊 那個開會的時候 是這樣子 開會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當老闆的居高臨下 一眼就看穿說 誰專注誰不專注 其實每個人的頭都向著妳 但是那個眼神呢 稍微那個焦距不對 那個放空一下 妳就知道她在想別的事情 好像是我們連錄影都知道 妳知道有個主持人 錄一天錄太累了 然後妳在講話 其實她頭也是面向妳 因為總不會妳講話 她頭背對妳吧 可是妳很好笑 妳發現她的眼神本來還 差不多維持五秒鐘的專注 有沒有 她突然迷蒙掉了 妳就知道 她可能在想說 等一下錄完我要去吃牛排 還是吃喝喝甜 她就已經都飄走了 以前我那個老闆 我在一家製作公司的時候 也是當過許可的老闆 她多厲害啊 她在那邊開會 然後每個人頭都向她對不對 對 她可以一眼就看穿說 誰已經在放空了 那她因為她喜歡講 人生大道理 她喜歡講兩杯可樂 說人要先喝苦可樂 後面再喝甜可樂 然後苦的喝完以後 才能喝甜的 這樣子一直說先苦後甘 她那邊講完以後 她就抓一個放空人說 所以呢 小陳 那小陳真的在放空 她說 真的 真的 我覺得老闆這一塊都超厲害的 那個老闆氣炸了 好笑 所以呢 有遇過為了想求人員 而來找你改變自己的例子嗎 Doctor 有 一般做整形 我們常常會遇到這樣子 大部分整形就是對自己遇到 實際上遇到一些困難 就是交友啊 或者是 婚變啊 對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說 自己的自信心的問題 但是不管這兩種哪一個 它改變了以後 其實自信心提升 還是會讓你交友的機率增加 但是針對眼神的部分 其實可以去做眼神的調整 舉例來說 像這樣子的案例 她的 呃 這個是 算是 三十幾歲的熟女 上面 可是已經開始下垂 然後有一點覺得 她的眼神 她是不是有點看不開啊 她的心情不是很好 然後感覺 有點哭眼 對 就是 拿眼尾 對 然後厚厚的 然後 我們去看她其實是有雙眼皮的 然後也不至於 垂到讓你覺得下垂 可是 感覺她的就是一個 不開心 對 很 sadness 然後心情不好 那我要怎麼去調眼神 其實要把它弄得薄薄的 然後 但是她可以 我們可以根據她的情況 弄稍微 去修 去裁一些她的皮 但是一定要薄薄的 但是她還算 有寬度的 而不是很細的 然後這樣的眼神 會讓她有一點魅力 還有呢 這個她的 五官是不錯的 基本上是不錯的 那 當然 彈了之下 她是希望 比較像外國人型的 因為她有鼻子 有一點立體 臉型也不錯 所以 我們就會去做出一個 比較 稍微深邃的 再加上一點厚度 所以 每一個人你要去 去根據她的情況 五官去做調整 尤其是男生 特別要小心 男生稍微做寬 會很奇怪 我怎麼講男生 大家有她的老姐 有朋友 我是在看這邊 這邊有男生的嗎 有男生的嗎 很稚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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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麼小 這還給我幾歲 這個 20 這應該大學生了吧 20 對 看起來就是 小孩子氣 然後 比較 自己覺得說 好像 像小朋友一樣呆呆的這樣 OK啊 這樣還OK啊 其實是OK的 但是並沒有問題 這個是媽媽勸她來 因為媽媽知道她 媽媽一定 一定嫌她單嘛 對 然後做完其實 可以做出這樣子 看起來就稍微比較像帥哥 有一點 有一點這個型男的感覺 他會比較適合 所以他就比較可以 不會那麼稚氣 但是又有一點點 他的那個 我覺得原來那個也不錯啊 對啊 這是兩種不一樣的人 你會覺得那邊 單眼皮的是可愛 但是這邊雙眼皮就有點 帥 有魅力 帥 所以這是媽媽帶來的 對 媽媽帶來的 媽媽覺得 她應該要 所以就把她 如果在職場工作的話 這個臉會比較討喜 對啦 這個臉會感覺上 好像嘴上有毛 不能負以重任 對 OK 還有呢 這是一個 我們大家都認識的 就剛剛那一張 我們看她的眼睛 雙眼皮非常的寬 對 而且兩邊也不是很對稱 然後寬的曲線 曲線也非常的奇怪 對 有切腳 有零油腳 對 兩邊的切腳 也在內側切得不一樣 又比較厚 你說的切腳是哪個地方 你手指給我們看 對啊 來 這個 這個切腳 這個切腳 OK 這邊有這個切腳 對 不一樣 它不是一個很 很smooth的一個curve 割壞了喔 對 沒有 然後我們打開看 其實它 這個就是安傑莉娜的球力 可是一模一樣 可是一模一樣 都沒有變 可是為什麼它這樣 我們會覺得漂亮 其實就是有沒有搭 它的五官的特色就是 你可以看它鼻子非常的寬 非常的高 很強眼 如果光 我們剛剛把它遮起來 如果只有露鼻子 也會覺得太大太寬 有一點像那個 就是美女野獸 那個野獸的那個鼻子 然後它的顴骨也相當高 它的嘴唇也相當的厚又大 所以每一個單一的五官 都非常的搶眼 可是如果你把它鬥在一起 其實是一個平衡的 所以就要配合五官 對 要配合五官 所以醫師 我去封嘴唇 如果去墊鼻子的話 會不會看起來比較自然 不要 那本書可能貴賓 你現在已經自然很多了啦 對 對 OK 那請問一下 一般來想 現在最喜歡整成哪些女明星 第一名還是Angela Baby 包括她的 Angela Baby 她的鼻子 她的下巴還有眼睛 都是很多人指你的 Angela Baby也是做的嘛 對 是嗎 太美了 應該是 那第二名呢 就傳說中的人工美女 第二名就是像徐若瑄 在大陸 對 徐若瑄很漂亮 宋慧喬有沒有 那個是韓欣佑 那宋慧喬也是做的嗎 不是 宋慧喬聽說是天生的 對 對 不過現在的民眾都很聰明 他都會上網去找 比較不會說 我一定要像哪一個明星 他已經知道要搭了 所以他會找一個比較像他的臉型 跟他的鼻子大約接近 然後他可以找一系列 可能他拿到的照片 都不是我們知道的耳熟能詳的明星 甚至是一些雜誌的model 他就覺得這個有一點像他 所以他知道要搭 所以現在大家都知道這個觀念比較多 那何佳瑄妳有做過哪裡 我做了眼袋 而且我眼袋有跟沒有差很多 我之前眼袋在這裡 這裡 這裡有兩塊 這是做之前嗎 不是 這已經是做完了 你看就會看起來比較 我之前是在這裡 然後剛開始我自己都沒發現 然後是我每次工作的時候 比如說遇到玉琳哥 玉琳哥就說 你那眼袋為什麼不要用一下 每個人都這麼說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有很嚴重嗎 好像也還好 然後就蓋斑膏蓋多一點 就想說遮瑕蓋多一點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是去錄那個 過年特別節目 然後過年不是在家裡沒事 大家打麻將就看節目嗎 然後就剛好就是 播出的時候看到自己 然後我自己看到自己的時候 我嚇壞了 因為那個過年節目就是熱鬧滾滾 然後大家都穿很喜氣 然後每個人都很開心 還圍爐吃東西 但我的臉看起來就很憔悴 對 而且看起來很可憐 很像鬼娃 對 然後我就立馬趕快找了醫生 而且我還是從裡面 就是從裡面把那個拿出來 所以我是沒有那個疤痕的 我是從眼睛裡面 然後我覺得拿起來 沒有 因為我是在裡頭 然後我就覺得真的差很多 我覺得至少差10歲 是 OK 我們今天現場幾位 請到對自己外表不滿意 而去改變自己的人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的這個改造前後的差異 有多少 OK 好 那麼我們還是自己在強調 不顧慮錦上添花 對不對 這真的有需要 真的有需要 你想到自己的自信 才需要 現在就來看看 三位整情男女 讓你直呼 媽媽咪亞的神奇改變 第一位我們邀請的是潘志勇 請出場 好小的人親喔 跟他以前的樣子 哇 好像老鼠喔 眼睛小的人 是不是看的東西真的比較少啊 他真的很小耶 好小喔 你看他的照片 對啊 這是一條線耶 你不要動 OK 這感覺就是好像畫一條縫 就是畫出來的 所以潘志勇 你做了什麼 你做了眼睛對不對 我做了眼睛 OK 而已嗎 還有那個下巴 鼻子 還有開眼頭 開眼頭 開眼頭 這工程好大 當然應該花不少錢吧 OK 好 你那時候是很沒有自信對不對 很沒有自信 造成什麼困擾 就是上課被老師誤認我在睡覺 然後拿板叉丟我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就是我們都是過來人 過來人 那後來找工作呢 找工作 找工作就是 也比較不會被入取啊 就是 十個可能四個都沒中吧 交女朋友呢 就不會有六到百 對 對 人家就覺得猥褻猥瑣 對 你在這個長相的時候 交過幾個女朋友 就沒有交過啊 沒有交過 那後來有交到女朋友嗎 也沒有 可是很多人 很多人告白 然後還有人幫我開粉絲團 很多人跟你告白啊 對 只是你還沒有決定要跟誰就對了 這目前還不想談戀愛 為什麼 他拽啦 沒有 他選擇多啦 有很多選擇了 好像有很多人可以選擇他而必 對啊 等一下 Dr.我們需要你的幫忙 不想長怎樣 會不會拿開比這個更糟 拿開之後你發現不是本人 整形師放 先講這個不是 不是他用的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不是在置入 我們在這一點 所以不好真的要講不好 好 OK 好 一 二 三 走秀 抖秀 跟真的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是同一個人 很可愛 你是誰啊 不可能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的人 完全對 完全脫胎換骨耶 這你媽都認不得你了吧 好像鼻子 可是你的眼頭太多對不對 你竟然開滿近 其實他整個改變 整個改變是在臉部的正中心 對啊 我覺得是鼻子耶 對 我們一般 臉的正中軸 眼睛鼻子下巴是最重要的正中心 你這邊其實改變一向 他的改變就很大了 何況他臉個三向都變 你會讓他覺得說他整個是平板臉整個拉立體起來 像外國人的感覺一樣 對 然後他這樣自己有自信之後呢 髮型啊什麼全部都會變 又會去戴牙套 對 他什麼都想做 對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 但我相信他的 他的情況 心境上是這樣子 但他的眼睛會變成太桃花了 對 對 這也是要注意 花心公子的臉 對 可是好像這邊的眼頭 開得比較多對不對 這個我想他上面進去 我們有看到那個切角 但是你整個開刀 然後最後假設做這麼大的改變 有一些疤痕差一點 難免的 但整體是非常加分 因為大家都挖了一聲 對 所以整體是加分的 真的是挖 不錯 啊酒窩也去做 酒窩是假的啊 酒窩 你是去做好的 他假的為什麼只做一個 因為那時候醫生說 你做一邊的話 就以後把兩邊要做 就帥不起來了 因為想走林志穎的路線 你還去做酒窩耶 不小心會變 酒窩是做的 酒窩可以做的 怎麼做 我也想要 怎麼弄 酒窩可以做 做的酒窩是用縫的 可是縫的你會發現說 它是 我們講的是比較死的 酒窩應該是動態的 他是剛表發現是做的耶 可是他不管笑不笑 他的酒窩都蠻深的 你不要笑 但是隨著時間會稍微開始改善一點 還是會 不過你看他是比較垂直 比較長 然後比較靜態 就這樣 就24小時都有酒窩 你的真的自然多 真的 我這也是真的 梨窩 對 梨窩 所以真的就是活的 就是動態 而且你也是單邊 對 一邊而已 另外一邊明明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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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他下巴是做了什麼 下巴就是用那個 卡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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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出來 拉出來 對 是打針嗎 卡麥拉是一種 是墊東西嗎 韓國的下巴材質 墊了一種卡麥拉 還有矽膠 大概有這兩種 所以絕對不能夠左勾拳 那比邊現在也不行吧 真的的也不行 OK 真的左勾拳也是會 了解 那喜歡自己這樣子嗎 之後還會再整吧 還要喔 還要哪裡 不要再動了 你不要再動了 你現在已經是 你現在從雪中送炭 錦上添花了 你不要給他弄那麼純粹 我真的覺得他不需要再動 他已經OK了 你再弄會弄巧成拙 真的 對 當然OK 而且你會把自己搞得太複雜 你這樣子很單純 這樣很好了 真的 相信我們 請回座 謝謝 謝謝 我們再請第二位 大詹小姐請出場 謝謝 大詹 好可怕 你被男朋友嫌棄哪裡 眼睛超小 然後又無神 然後就是講話都沒有自信 就是不敢盯著人家眼睛看 那為什麼當初要追你 可能他當初有化妝吧 他只有貼雙眼皮貼 有貼雙眼皮貼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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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素顏就會被他嫌 OK 然後雙眼會吵架 那後來就分手了 結果後來因為他很劈腿 那就分手了 喔 對啊 這樣子男生不劈腿眼 不要講 不是 他的不是美醜 因為他也是眼神的問題 對 那眼神真的 一直在問人家 他的臉有一個 有像一個英文字 What 對 就是換成臉就對了 有沒有 對 所以後來你去做了什麼 割雙眼皮 OK 對 割雙眼皮 還有鼻底下巴 又是 又是一樣 中走線 全部都做 對 做完之後呢 做完之後就是 男朋友就回來了 沒有 就是他還是會回來 就是 換妳不要他了 換妳可以劈腿了 想我不缺男朋友 換妳給他劈回去 那妳後來有交別的男朋友嗎 後來就是 很多追求者 只是就是沒有喜歡的 就可能 眼光也看比較高 喔 那妳現在敢素顏跟人家講話 很喜歡素顏 對 因為以前 以前都不喜歡 就不敢素顏 對 然後就是 同學都不敢跟我搭同一台電梯 為什麼 覺得我看起來很兇 不敢靠近我 對 這個臉很兇 對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大瞻 整完之後 記住這個臉喔 整完之後 看一下 請拿開 來 走秀 完全不一樣嘛 那就是很少女啦 還好啦 之後還想要弄別的地方 有點像黃曉柔 比較日系風格的女孩子 所以Doctor她的眼神是調成怎麼樣 她的眼神調得很好 非常好 跟原來比起來非常好 很溫和 這好誇張喔 妳現在的眼睛有點像小貓咪的眼睛 對對對 所以Doctor她做了什麼調成這樣子 她一樣是割眼皮啦 只是說要把它 你看她原來的眼皮 因為太長太寬 所以她的眉毛隨時拉得高高 像隨時保持驚奇狀 驚訝狀 對 可是脂肪拿掉一些 整個修一些 裁掉一些皮 她這樣就會比較順很多 妳眉型有改變嗎 沒有 我以前超愛挑眉的 因為想把眼睛沉大 就會一直這樣挑眉 對 所以妳看她是那種驚訝 隨時驚訝 對 而且她現在的眼睛是笑顏 對 像貓咪的眼睛一樣 好招人員的眼睛 對啊 超桃花的 感覺脾氣很好 妳為什麼下巴OK 妳為什麼要弄下巴 沒有 那時候真的沒有下巴 而且那時候臉比較肉 哇 妳也是臉比較寬的喔 對 我臉超肉 而且我頭超大的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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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共同的特色 她就弄個禮窩 叫我 perfect 對啊 對 還是搞一個 我跟你講我也是頭很大耶 我也是頭超大 我也是 真的假的 很多都戴不下去 我以前軍訓帽都要特調 真的 對 以前那個長長的軍訓帽有沒有 現在沒有這個了 現在沒有 以前有那個沒有 我永遠都夾不住 都只到這裡而已這樣子 對啊 真的差好多喔 而且她皮膚很好 沒有啦 還好啦 皮膚有去磨過嗎 沒有 皮膚是原來的 OK 像她這種臉型喔 她如果拍照自拍 然後那個po在那個Facebook 一定很多人會按讚的那一種 對啊 標準按讚臉 對 妳知道騙 騙人的騙 我看一下 很肉 我只要再想要消脂 其實還好 還好耶 不要 還好啊 她需要消脂嗎 超可愛的 很輕可愛型 而且皮膚感覺會很有彈性 對 像超大型的喜歡的 我拜託 我求求你不要再去做任務 你現在這樣剛剛好了 OK 現在這樣最好了 這已經很棒了 現在非常好了 不會 然後再說 這證明一件事 就整群會上贏 我們都說好了 可是本人就很想要 不要 真的不要 而且你不是還沒男朋友嗎 我就建議你 你們兩個就在一起好了 真的 因為他們有共同的經驗 他們過來人 對不對 你說他跟亨利 不是啊 跟剛剛那個在哪裡 庸庸 庸庸 不認錯人 我跟你講 他們兩個就在一起就對了 我拜託你不要再做了 真的 現在這樣很好看了 真的剛剛好 你可以知道 撐個十五年再去考慮 對 好 謝謝 謝謝 其實應該是我要諮詢 然後 我這個可以 好 可以怎麼樣嗎 幫你做一點大一點的安全帽 有這樣子喔 在講話我們這樣 對啊 有這樣子喔 門在那裡 請出去 好 我再來歡迎下一位 Tiger 請出場 好 好像N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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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臭臉的NO哥 超像NO哥的 聽說你被人講說是色胚喔 沒錯 因為我以前眼睛很小 然後總是無神 那我以前有用的外號像NO哥 就你們剛剛講的NO 真的很像NO哥 超像的 然後還有一個 對 然後還有加菲貓 加菲貓也滿可愛的啊 可是我喜歡的女生卻因為這樣 卻因為我像加菲貓笑我 然後不想跟我在一起 你去做了什麼 縫雙眼皮 而已嗎 對 只有縫雙眼皮 只有縫 Doctor 看他那個 看這張照片 他只要調眼神就可以對不對 看起來縫可以做到 可是一定要抽一些脂肪 我是不知道他縫的時候有沒有 你是縫還是有沒有抽一點脂肪掉 我只有縫而已 但只有縫也一定加分 你看他的眼神 他的鼻子高度是OK的 OK的 對 五官的中軸都沒有問題 就是剩下眼神 中軸沒有問題 就是這兩個眼睛不夠好 對 剩下眼睛 下巴也有嘛 對不對 對 下巴鼻子也可以 那你自從割了雙眼皮之後 有什麼改變嗎 我縫完雙眼皮之後變得比較有自信 因為以前我總部都低著頭 然後不敢看人 而且看人的時候 我國中跟國小 因為常常常看人 被別人覺得我很像 就是很壞的人 所以我常常被打 算是學校的 全校被打王的啊 好可憐喔 被霸凌喔 好可憐喔 就不是因為你是單眼皮 就被霸凌 也蠻慘的 這樣這麼容易被打 有時候你問那年輕人 你幹嘛打他不順眼 看他就是不順眼 對 而且他這種眼睛看一下 都感覺像等著在七一的感覺 那這種眼睛看你 你會不會不舒服 會自己把自己胸部先抱著 對 直接過去呼一巴掌 你有沒有看什麼 我的兩孩子來看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不舒服 OK 那你現在有女朋友嗎 沒有 那你們做完都沒有男朋友 沒有女朋友 為什麼沒有 沒有遇到 那之前有嗎 之前我在23歲以前沒有 然後23歲有交過一個 就這個長相的時候交過一個 對 那後來呢 後來分手了 然後就一直沒有交 現在幾歲 現在28 你五年沒有交 沒有 23歲交到26 然後分手了兩年 那還好嗎 所以你兩年都靠萬能的雙手 我在說什麼 沒有女在 我都自己來 沒有女在 我都自己來 我都自己來 自己來 自己來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封了雙眼皮的Tiger OK 一 二 三 新來 很帥 好像ABC 馬上就有ABC的感覺了 有 有 有 感覺從LA回來 對啊 而且他的眼睛 你看久了 你會不敢跟他直視 他會放電 對 為什麼突然覺得 你好像家裡變很有錢的感覺 對 他剛剛的那張照片 是不是感覺家裡滿辛苦的 對 滿辛苦 他長相就覺得家裡很有錢 對不對 剛剛的照片 這感覺 他這個感覺 感覺爸爸是航運界的大客 不是 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他把 現在家裡是油田 對 這個很標準 他把下三白調整起來 對不對 Doctor 對 他其實 就是縫細細的 好玄妙喔 只要把那個 單眼皮的完全的感覺 對 把弄到稍微一點細細就好 你的太自然了 可是他稍微會變內霜 不過沒關係 很好看 我覺得OK 他這個非常好 超好看的 很自然 非常自然 而且 對 你這個醫生也跟你做得不錯 對 調整得很成功 而且加上他的笑容 又有一點小汗 對 對 很殺手的笑 很殺手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說其實做一些調整 真的是在調眼神 就微調這樣子 對 而不是弄出皺褶而已 對 但我跟你講 我今天 我還是在看這邊 我今天非常謝謝何豪傑 何豪傑 幹嘛這樣 沒有 我跟你講 藝人很多了 不是 我跟你講 藝人一定有很多 過不去的地方 要比一般人來講 對 希望你趕快走出來 所以他的那個 那麼寬的那個過程 其實他經歷得非常的辛苦 而且他勇敢 而且他其實是要呼籲大家 不要一次做那麼大 對不對 是嗎 是 對 真的嗎 不是 我就是用縫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當時他也跟我說 弄最小的 那我也是說最小的 可是他的小跟我的小的寬度 是不一樣的 認知不一樣 這個真的就是唯一體 就是 這個很好看 非常讚 你還會想去做別的地方嗎 不會 不要 對 這樣很帥 這樣很帥 對 千萬不要 不要這樣很帥 所以贊成請回座 好 好 好 所以呢 我們各位現場所有的人 準備好你們的牌子 好 好 覺得 沈玉琳 沒有啦 對不起 差一點點 我應該就在放點皮 覺得現場這三位 都不要再去做任何調整了 這樣子就夠了 請舉圈 好 大家應該都是圈吧 真的 太好看了 要聽大哥大姐的話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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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一旦做過頭 你就會進入另外一種恐怖的 對 因為從經驗變成驚嚇 對啊 永遠變驚嚇了 何豪傑 想想你自己 你要再猜 豪傑 你不要再講何豪傑 真的 他已經很好了 現在很好 豪傑 不是 豪傑真的啦 真的你很棒了 你OK了 恢復得很好 對不對 請你以後不要再拿他做範例了 如果那個 那個 王醫師如果說有人 那個拿我的標誌去那邊說 要整成像我這樣的眼睛的話 麻煩你告訴我 可以增加我一點自信 不會 如果萬一有人說 我要整個像 可豪傑那個眼神 不會 慢慢告訴我 他會想把他傳整精神科 真的沒有 王醫師直接說不會的 不會的 今天非常謝謝Dr.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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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謝謝 非常好 你看我完全看不出來對不對 對 因為我是完全沒有巴 是在裡面的 對啊 剛剛劉志漢有問過 你有問過 鞋子在哪裡買的 我也好喜歡 鞋子在台灣買的 鞋子在台灣買的 一千塊 好便宜喔 好便宜喔 新光A4樓 國產的 來 你看一下 哇 對 因為我 我生過小孩 所以我肚子大 這種短裙我不敢 不能單穿 所以我一定要穿上面 比較寬的 稍微震下來就沒有肚子 但你這個裙子一定不只一千塊 對 裙子是 料子很好 你真會 打折的時候買起來放的 可是因為當時不知道要怎麼穿它 好好看 好好看 而且裸色系的 這個是很特別 國產的貓衣做的 這麼有義大利的風格 真的 而且它做這個板子 這樣看起來是瘦耶 對 你看它又做短板 所以剛好繞這個裙子 好 幾千塊快點 快點買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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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影片喔